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娱乐快报、肖战、王一博等明星新动向汇总。 清晨微风拂过,犹如一阵清新脱俗的气息,将人们从梦中唤醒。 这份来自夏日的生机勃勃,正是众多明星们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真实写照。 他们或是在工作中散发耀眼光芒,或是在闲暇时刻展现田径悠然, 无疑不诠释着自己独特的魅力,仿佛一个个生动的艺术品, 让人流连忘返。 肖战,那个在镜头下进展清新帅气风范的年轻演员, 不知不觉已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 他的工作碎片,无一步透露着朝气蓬勃的状态, 仿若一阵清风拂过,让人忍不住想要亲自去感受那份动人的气质。 或许是他专注工作的模样,又或许是他那乐于分享的态度, 总之,他给人一种清爽舒畅的感受,让人对他刮目相看。 而身为奥运火炬手的王一博,更是将自己的热爱之火点亮了天空中的繁星。 作为这场盛世的代表人物,他无疑为这个夏日增添了一抹亮色。 手持火炬的他,仿佛是在用自己的热忱点燃了所有人心中对梦想的向往。 这份炽热的激情,势必能感染周围的每一个人, 让他们也为之燃起熊熊斗志。 而在北京机场引起关注的李宪,也绽放出独特的明星光芒。 久违的眼镜Look让他更添几分知性气质, 即便是在午夜的机场,他依旧散发着明星独有的魅力。 时间在这一刻似乎都为他而定格, 让人忍不住驻足欣赏这场时尚大片。 无数美光灯下的他,早已对这份光芒司空见惯, 但仍然能带给人们全新的惊喜体验, 仿佛在说着, 嘿,这次我又带来了新的故事。 漫步在月色下的杨子, 宛如一缕温暖甜静的生活清风。 他在长相似二的花絮罩中, 散发着甜然自得的气息, 让人不由自主地驻足观望。 时光悠悠,生活清浅, 他仿佛一个隐于暗处的温柔女子, 给人一种说不出的舒适感。 这份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无疑也是众多观众心中向往的生活缩影。 而在新片《复复的正》中, 朱一龙以一头亮眼的蓝发造型吸睛无数。 他穿梭在喧嚣的人潮中, 寻觅着生活中新的色彩, 期待在七夕这天与大家一起看见崭新的爱情故事。 这缕蓝色, 仿佛是他内心对生活的向往, 也是对这个世界的全新探索。 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 他想和观众一起感受那份久违的浪漫, 寻觐生活中的新鲜气息。 而张一星在成都的演唱会上, 用音乐的力量跨越一切阻隔, 那悠扬动人的旋律, 仿佛春雨一般润雾无声, 传递着对未来的向往与希望。 他仿佛是一位无声的诗人, 用音乐的语言诉说着内心的喜怒哀乐, 引领观众一同踏上通往梦想的征程。 这份音乐的力量, 不仅能够触碰人心, 更能够跨越世间种种隔阂, 让人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对于王鹤帝和潘岳明主演的黑夜告白, 众多观众早已迫不及待地想要揭开这个悬而未决的谜团。 他们静后二人重逢, 共同寻觅隐藏的真相, 定能让人眼前一亮。 这个谜题的答案究竟会是什么呢? 会是出乎意料的结局, 还是早有预料的发展? 无论如何, 这场真相大揭秘必定会令人耳目一新, 让人忍不住屏息以待。 而杨旭文携手杨志刚主演的《唐朝鬼事录之西行》, 也即将掀起新的《鬼秘波澜》。 这次他们将探寻历史的真相, 揭开那些隐藏已久的谜团。 在唐风华韵的烟雨萌萌中, 会迎来何种惊心动魄的发展, 故人的归来, 以及真相的揭开, 无疑会让人欲罢不能, 忍不住一探究竟。 这些明星们的生活片段, 无疑不散发着夏日清风般的清新魅力。 有的明艳动人, 有的温暖浅犬, 有的神秘诡诀, 每一个人都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点亮这个炎炎夏日。 有的人用专注工作的状态, 诠释着对事业的执着, 有的人以热忱点燃了观众心中的激情, 有的人用独特的造型吸引了众人的视线, 有的人用田径温暖的生活状态, 触碰人们内心柔软的一面, 有的人用音乐的力量跨越世间的阻隔, 让心灵得到升华, 有的人用悬念与谜团勾起了观众的好奇心, 有的人以诡秘的历史故事引发人们的无限遐想。 这就是这些明星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它们就像是一个个生动的艺术品, 在夏日的微风中绽放着自己独特的魅力。 不论你是被它们的专注所折服, 还是被它们的热忱所感染, 亦或是被它们的独特造型所吸引, 亦或是被它们的田径温暖所触动, 总之, 这些明星们无一例外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让这个夏日变得更加迷人动人。 让我们一起共赴这场迷人的明星之旅吧, 在这炎炎夏日里, 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明星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一起欣赏它们散发出的清新气息。 或许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能够找到内心最真挚的向往, 为自己的梦想点燃熊熊斗志。 明星阵容, 王一博, 肖战等人的精彩演绎。 王一博的出色演技再次让大家为之倾倒, 他在最新作品《追风者》中塑造的角色 为若来深得人心, 无疑展现了这位娱乐圈最能打的小哥哥超凡的演技实力。 从小就是个艺术才子的他, 在表演这条路上更是力压群雄, 可谓新一代演技担当。 他总能随心所欲地演绎出每一个角色的细微情感变化, 就像是在读《新术》一般, 引得无数影迷为之倾倒。 这样玩传角色的本领, 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不仅如此, 即便已然是家喻户晓的大红大紫的明星, 但他依旧保持着敬业和谦逊的态度, 这让他更显亲和可爱。 央视曾经对他的演技给予高度评价, 称他实力有限, 天赋较高。 这一评价一点也不言过其实, 因为王一博本就是天生就拥有一颗金子般闪耀的演技。 他总能不经意间给人以新鲜感和惊喜, 让观众忍不住为他叫好。 作为一个标准的文艺小青年, 王一博从小就有着出众的艺术天赋。 从写生到绘画无所不经, 可以说是各方面都有着广泛的涉猎。 但是在演技这条路上, 他更是将自己的才华发挥到了极致。 他在大学期间就担任过班级文艺委员, 进入校艺术团合唱分团, 担任过校大学生艺术团声乐部部长和男声部部长。 同时, 他还成了校语言艺术分团的演员, 在重庆工商大学60周年校庆晚会中担任了歌唱类节目的开场独唱。 可以说, 王一博从小就对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天赋, 这为他后来的演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追风者无疑是王一博近期最引人瞩目的作品。 在这部剧中, 他饰演的角色魏若来可以说是深得人心。 这个角色性格鲜明, 情感丰富, 而王一博恰恰就是用他出色的演技 将这个角色诠释的淋漓尽致。 他能随心所欲地演绎出每一个细微的情感变化, 让人仿佛置身其中, 感受到角色的喜怒哀乐。 这样的演技实力, 无疑是让人叹为观止的。 不仅如此, 王一博在剧中的表现还获得了央视的高度评价。 央视称赞他在追风者中的表现大家赞赏, 尤其是他塑造的魏若来这一角色, 可谓是深得人心, 展现了他不足的演技实力。 这样的高度评价, 无疑是对王一博演技实力的最佳注角。 作为一个新生代演员, 王一博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肯定, 确实是实至名归。 当然, 王一博的演技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评价, 除了他天生的艺术天赋外, 还离不开他多年来的刻苦练习和积累。 从小就对艺术有着浓厚兴趣的他, 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展现出了出色的表演能力。 而在进入演艺圈后, 他更是一丝不苟地投入到每一个角色的塑造之中, 力求将每一个角色诠释的淋漓尽致。 可以说, 王一博的演技实力和对角色的投入, 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同龄人。 他总能在每一个作品中给人以全新的感受, 让人忍不住为之倾倒。 即便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但他依旧保持着敬业和谦逊的态度, 这也让他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更加亮丽。 而在个人生活方面, 王一博同样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 他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成功而骄傲自满, 相反, 他一直保持着谦逊和勤奋的态度。 即便已经是大红大紫的明星, 但他依旧保持着敬业的作风, 全身心地投入到每一个角色的塑造之中。 这种敬业精神, 无疑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的。 除此之外, 王一博还是一个热心公益的明星。 他多次参与各种公益活动, 用自己的影响力为需要帮助的人群发声。 这样的举动, 不仅展现了他的公民意识, 也让他在观众心中的形象更加光辉。 总的来说, 王一博无疑是当下娱乐圈中最出色的新生代演员之一。 他凭借着出色的演技实力和敬业的作风, 已经成为了广大观众的宠儿。 我们相信, 只要他继续保持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 定能在未来的演艺事业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